這個最清楚的就是什麼呢 中國大陸在1960年代 我記得是文革發動之前的前季 中國大陸有一個黨的總書記叫做劉少奇 黨的總書記劉少奇寫了一本書 叫做《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一個共產黨員有什麼好的修養 我們說一個做人要有人的修養 這點我同意 但做一個共產黨員的修養 跟做人的修養不一樣嗎 不一樣 在他那整書裡面寫不一樣 為什麼 你要先學習毛澤東的思想 然後你要學習毛澤東的思想 然後把他身體地形 然後才能變成真正的共產黨員 然後才能夠有修養 這個就是把毛澤東的位置 提高到神領的地位 把毛澤東的位置提高到神領的地位 然後才開始怎麼樣 去談修身的問題 這個就是道德分別 什麼是好壞 道德的自卑 道德的善惡 好壞善惡的分別標準 判斷標準 對一個人的人格來決定 那個人叫做毛澤東 在台灣是蔣介石 在蔣介石還沒有過世以前 就孫中山 在台灣有這方面的問題 但是在日本呢 他也告訴你說偉大的人格有奶木基典 偉大的人格有八田與一 偉大的人格有什麼 有奶木認騰啊 等等這些人 偉大的人格還有什麼 很多 他給你很多這些偉大的人物 但是他不告訴你這些人物是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們對日本來講 這些誠實 誠實 守實 然後呢 互相尊重 這些德性呢 遠比 偉大的人格 偉大的神明來的更重要 偉大的神明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看到 在日本的教育裡面呢 做了一個很成功的區分 這個成功的區分就是什麼 在體 在這個修身 跟在 等一下 在尊德性跟道位學 在知識跟道德之間 畫了一條明確的界線 我們知識是什麼 是用 知識之用 所以我們看到日本 如果今天大家 有很有時間 不需要花很多的時間 只要花很短的時間 上日本人的網站去看一下 看看日本的大學長什麼樣子 花很短的時間 回去看一下日本人的大學長什麼樣子 你可以發現 日本人的大學 不管好的大學 壞的大學 有名的國立大學 有名的市立大學 他們的學科之多 然後學科之怪 非常奇怪 都是我們所不能夠想像的 你可以想像什麼 叫做中和人間學科 不知道 人間就是 只有日本人才有的學科 為什麼 因為他們按照需要 去做解決問題 去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式 然後在這個解決問題的方式上面 設立他們的教育制度 台灣的情況也是 台灣今天的情況是哪一種 台灣今天的教育情況是哪一種 我想要問問各位 台灣今天的教育情況是受到中國的影響 是這一塊不存在的教育 台灣今天的教育是這一塊不存在的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台灣的教育 有台灣的教育的體制 台灣的教育的體制 沒有辦法讓年輕人發揮他的理想 台灣教育的體制 太重視考試 台灣教育的體制讓年輕人太死板 給學生太多的壓力 要背書要做什麼 我們可以講出他很多的缺點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台灣今天的教育體制 它的設立的基礎跟背景的話 那你永遠只能夠在表面上面去學習 跟抄襲外國的制度 但是問題是抄襲外國的制度 真的能夠為我們帶來改變嗎 其實不見得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教育體制 因為台灣的教育體制 台灣的教育體制 體制本身呢 就是由於這個緣故而產生的 就是由於這個體跟物體 缺少什麼 缺少用 為什麼 因為我們把知識跟道德 當成同一件事情來看待 這個是今天台灣的問題 我們要檢討台灣的教育 要從這邊檢討起 我們要檢討台灣的教育 要從這邊檢討 就是從知識跟道德之間的關係 你要把它分別出來 所以台灣今天還是有太多問題 比方說前一陣子 我記得這個是去年的事情 這個馬英九不是說要把台灣的歷史改成 要改歷史 台灣的這個 學生的歷史的課程們要改 高二開始要上周若市 然後台灣直接上去了 然後他的理由是什麼 我們要尊重憲法 這個也是一個道德的判斷標準 為什麼你把憲法當成一個神 但是問題我想問各位 如果憲法規定2加2等於5 那以後是不是我們的教育 都要加2加2等於5 我們學習是為了知識 而不是為了道德 知識的教育跟道德的教育是分開的 而不是結合在一起 這點是我今天要強調的 最最最最重要的事情 然後通過這一點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想想台灣未來的 這個教育 究竟應該是什麼樣的形式 我沒有答案 我坦白講 我沒有答案 這個要帶在自己去思考 但是呢 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知識跟道德要分別開來 你不能把知識跟道德混淆在一起 把知識跟道德混淆在一起的以後 所有的科學都是為了政治而服務 為了鞏固政權而服務 所以知識跟道德分別開來 從這一點作為第一步 然後呢 我們再慢慢來考慮 這個台灣的這個 下一步的教育 究竟要往哪一個方向走 我還準備了另外一個部分 但是我想 就是用一個簡單 如果大家 我先把 我先以下十分鐘的時間讓大家 如果大家有很多問題的話 可以現在提出來 然後 在大家提出問題以後呢 我再把我最後一個部分來完成 好不好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現在是八點半 然後到八點 現在是八點半 我給大家十到十五分鐘的時間 我把接下來十到十五分鐘的時間 我把接下來十到十五分鐘的時間 留給大家到八點四十五 然後在八點四十五以後 我講解錄的部分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現在提出來 我要問一個 就是你剛好提到日本人被交易做分離 是這個 是這個 違和心 違和心吧 那這裡說的精神是什麼 好像是比較有 階級 階級的分立 這個階級之間的服從 和階級之間的分立 的關係 那如何解釋 你現在在二次大戰結束的時候 日本上拜 很多的 很多的 日本的將軍 他們的 氣不自殺 因為他們是為了說 要效忠他們天皇 我們講效忠天皇 他們講說 他是為了他的榮譽 榮譽跟天皇 是不一樣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 日本人 他很崇尚那個 悲劇的美感 那個悲劇的美感 他們叫做 那個什麼 若英善華 並說神風特風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開那個悲劇 去撞你美國的軍艦 他是說 人生要在最美麗的時候 消失 為什麼 因為 在最美麗之後 他就會 一天一天的衰老 一天一天的不美麗 所以他是為了美麗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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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這個榮譽 榮譽跟自己 生活的美麗 是在息息相關的 所以跟那個 所謂軍程是 有關係 但是這個關係 是非常適要的 非常適要的 非常適要的 在西方的教育 很多都是 很多他們有一個信仰 像他們有一些信仰 我們基督教的那些 在影響 他們前面在以前 是一種 濁水 像希臘的濁水 然後再來是有 基督教的信仰 那這樣會一直的 有影響到很多的 教育思想 教育思想 那這方面的問題 我想 有神這方面的問題 而且 我想 追求正義的心 這方面也是 我真的也是 我比較去的一點 神明的問題 一直是倫理上面的問題 很難解決的問題 比方說我剛剛在講說 倫理上面的問題 有什麼問題 倫理跟知識的切割很重要 倫理問題就是 從英文上面來講 就是 Incomensual 就是 對我來講 是這個樣子 對你來講 是這個樣子 對他來講 是另外一個樣子 所以每一個人有不一樣的解答 每一個人生活的環境不一樣 所以每一個人的生命裡面 有不一樣的想法 所以對每一個人來說都不一樣 在這樣的條件情況底下 宗教有它存在的空間 但是宗教的空間 就好像聖經裡面在講 讓凱撒的歸凱撒 讓上帝的歸上帝 上帝 上帝是不關懷凱撒 凱撒的統治 凱撒也管不了上帝的統治 這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知識跟道德是分在 道德的領域是上帝管的 但是知識的領域是另外一個教育的地方在裡面 政治的領域是凱撒的 所以這個就是怎麼樣 如果我們讀法律系的人會很清楚 這邊有沒有讀法律系的人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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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算半個 就是在西方的法律上面 有這樣的分別叫做神聖法 另外一個是世俗法 最後一個叫做自然法 自然法跟我們的道德是最接近的 神聖法是教會的規定的法律 世俗法是怎麼樣 這些偉大的封建領主 這些國王他們所定義的法律 在這裡發現教會定的法律 代表人的道德 世俗定的法律代表人對國家的義務 到底如果人對國家的義務 跟上帝的法律差太多了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才有了那個所謂中間的 擺在中間的 作為互相調節的自然法 他們把說自然法跟我們的習慣最接近 它是出於人的自然 它是出於人的本性 你知道本性跟自然是同一個字 在英文、在希臘文都是同一個字 在英文、在德文、在希臘文 他們都是同一個字 只是在中文上面翻譯不一樣而已 但是從道德的角度來說 神是很難缺席的 道德的角度神是很難缺席的 也就是說你要作為 世灰善狀判斷的好壞的時候 我們需要有一個神 來作為保證 在我們的國家裡面 特別是在中國 我們需要有很多的神明來保護 但是因為基礎、應用跟經典之間 中國人少了應用這個部門 中國人少了應用這個部門 所以基礎變得非常重要 我們需要用基礎來做什麼事情 我們需要在基礎上面加一個神明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在中國的教育裡面 我們需要把皇帝變成神 這個皇帝在中國大陸叫做毛澤東 這個神明在中國大陸叫毛澤東 在台灣叫做蔣介所還有蔣經國 然後在蔣介所還有活著的時候 那個叫孫中山等等 所以我們有這方面的問題 我在講 你這個講還是從嚴重的方法來看 他不是神 這個人 他是嚴重的方法 那如果神的話 當然我在想講這個 一定有講到這種問題 這個啟示的問題 當然 在基督教方面來講 他是講說啟示 啟示的宗教 他特別講到今年的話 他們都開啟 一般來講 有真的有誤導的人 大部分人來講 真本聖見是天師 要得到開啟他才可以看得懂 像耶穌講說我是道路 自己生命 那這個就是要有開啟的人 他又幫我們看得懂 另一個 像國教也有頓目 我想這個 蠻書記的 真理的問題 我想這個是在西方的 很重要這一點 我想我們在求這方面的問題 我想也是我們在 最深處方面的開啟 心臉方面的開啟 就是蠻重要的 那幾次的話 就認識作為神 那你就可以看到 我是完全接受這個說法 我也認為這個說法對 但是從教育的角度就是說 倫理 或者是道德的東西 跟知識的東西 是分別開來的 但是呢 我要強調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中國的教育制度的設計底下 知識跟道德被結合在一起 也就是說 我們 我去求知識 求知識是什麼 求物理的知識 求化學的知識 求什麼樣 對於某一件東西 它的性質 它的特徵的認識 對於這些東西的認識 就是跟道德在中國是被結合在一起的 為什麼 因為你要認識它 在中國是什麼樣 是什麼樣的情況 在中國是什麼樣的情況 在中國的情況 在中國的情況是就是說 我要跟道德結合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在道德之外 是沒有知識的 為什麼 在對 為什麼 因為它的內容就是六經 詩書裡 樂意春秋 到了宋朝的時候有宋學 然後到了清朝的時候有清學 但是問題是什麼是宋學 什麼是清學 什麼是明學 清學就是考驅 考驅 它的經典來自於 來自於宋朝的這些租典 來自於這個仙景的這些經典 來自於六經 所以幾乎可以說 在六經之外就沒有學問了 在六經之外就沒有學問 可是六經沒有談到一個東西 就是沒有談神明 為什麼 因為只不以怪力萬神 六經沒有談神明 所以 當知識跟道德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發現說 少了一個神明 這個神明就必須要由政治家自己來找 我要強調的就是這一點 所以在教育上面呢 我們常常受到這些政治家創造出來的神明所影響 所以我講的不是說事實 我並不是說在講宗教 我是說在教育制度上面呢 我們受到那些創造出來的神明的影響太深 但是呢 在日本的情況剛好不一樣 日本呢 他們的神明很安分的生活在道德的領域裡面 他們的神明很安分的生活在道德的領域 但是在知識的領域呢 知識的領域呢 知識的領域呢 他們有自己的這個 另外的來源 都不需要依靠神明 對 知識的領域他們不依靠神明 前面那個日文是不是有受到佛教人 對 是有受到 所以我剛剛在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日本的儒學者 日本的學問家 都是怎麼出身的 和尚 對 因為我其實是總學的老師 那因為我們大概想提兩個問題 就比較實際 就是比較像那個哲學上的看法 就是說 像那個前些日的發生 那個很維持的事件 那 就是新聞的報導會比較偏向說 他跟教育部長不禮貌的對情 而不去討論說那個 比較是他的想訴求的一些議題 然後這個 像這樣的事情 在學校也常常都承出不求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學生想生一個有理的事情 可是跟老師講話的口氣 非常的不好 那可能就是學校的主任 或者是 一些可能 可能是其他老師 就會建議說 先要給學生一個處罰這樣 才去談他後面講的一些道理這樣 然後第二個 就是我會比較難理解這個 為什麼 可能在一個 可能所謂的教育的觀點裡面 好像比較不去講求說 就是他講真的理的步道 就是講求一個禮貌的部分這樣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說 想不起來 就是 就是 我剛剛講起來來講 就是第一件事 你第一個問題 因為我是當過老師 我也是 我去台大上一頭 我是學管理 也有管理從學管理的理念 那我是覺得 剛才講那個問題 我本來是受我們媒體誤導 覺得他態度不大 後來慢慢覺得說 溝通管道有問題 結果他到教育部 已經有幾次 你都擋住 都擋住 顯然教育部是官僚 所以他才會這樣 後來我發現到 那教育部長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說 為徒者應當謙卑 那今天為什麼會造成這樣 我覺得這種領導者應當有顯示 我就這樣敢 我簡單的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就是 我沒有辦法給你這種答案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一個教育者 他需要的經驗 你越有經驗 那你就知道 越怎麼樣知道 要處理這個 怎麼樣處理這個問題 處理得好 但是重點是 你必須要抱持著一個信念 就是我要公道的處理問題 對 你要有這個信念 第二方面就是說 我們回到這個 這個 教育制度的角度來看 就是 如果你 這個過度的去強調 教育部長是當官的 學生是與你之間的關係的話 那你反而更容易陷入這樣的務期 教育部長 如果你在一個民主制度裡面 教育部長是怎麼樣 用台語來講 教育部長是我們的心惡 就是怎麼樣 他叫做公譜 公譜 那主人對奴才講話不客氣 那是當然的事情 所以沒有奴才要求 沒有主人講話不客氣的道理 但是主人應該要客氣 這是厚道的問題 你當主人的人要自己拿捏 但是沒有奴才譴責 主人講話不客氣的道理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極主國家 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訓練出來 就是在 雖然我們的教育是中國式的教育 我們的教育是中國式的教育 但是什麼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 這個是我等一下所要說的 就是要有這樣的自覺 跟這樣的意識 對 我們是國家的主人 你當奴才的 你敢批評我說 我對你講話不客氣 那你是什麼東西 這個態度一定要先用 第二個問題想請問說 就是 台灣近年來的教育發展 好像 真的是有點在弱化那個季節教育 就是說 各個學校還是設立綜合高中 那其實綜合高中 如果在一般公立 可能還蠻正常的在發展 可是在資歷的高職或者是一些高中 可能就變成是一個 升學班的一個設施這樣 那其實還是走向那個 升學主義的方式這樣 在套做這樣 那其實這樣的套做的結果 其實學生在 所謂的自信探索 然後去學習他的所要的技能 的部分就變成比較少了 反而是以說 未來可能可以升學到科大 變成學校一個宣傳的版單 所以只要這樣 那 然後其他 譬如說 可能現在有一些企業主開始發覺 例如說 目前只要是技職教育推出來的學生 其實跟他們企業的銜接 技能銜接是很落差很大 甚至落差好幾十年這樣 那事實上我們的技職教育 可能像 教育部長好像有在喊一個口號 就說我們要重視技職教育 可是事實上 在走的方向又好像沒有真的在 重視技職教育方面去發展這樣 然後這個問題好像 一直以來好像在台灣是這樣 而不是誰佔任的問題 就覺得這個世界跟台灣的 那個教育的那個體用文有關係嗎? 我們台灣的教育裡面沒有 沒有用 台灣的教育制度設置的過程當中沒有用文 只有體 但是這個體是倫理道德的體 也就是當官的兼公教的體 有18%的那個部分的體 那18%這個有拿18%的部分決定 你要讀什麼書 那個有18%的人決定這個部分有沒有用 所以你講的完全可以認同 為什麼?因為從理論上來講 這個是必然的結果 這個是必然的結果 為什麼?因為他們沒有用 為什麼?因為中國人在實踐 或者經世 在經世的過程 儒學者在經世的過程當中 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但是通常沒有結果 為什麼? 比方說黃安史的改革 失敗了 清桃 這個戊錫變化 失敗了 自強 那個同志年間的自強運動 也失敗了 真正中國偉大的改革者 有成功的只有商鞅一個人 可是商鞅呢 那就不把他當成正統 為什麼?因為他也不是儒者 商鞅他不講仁義理之性 不講仁不講仁愛 他是一個始祖的法家人物 他是一個始祖的法家人物 所以在中國用這個部分 一直沒有被重視過 這是一個必然的現象 所以你必須要從這個地方去檢討它 你不是說你去喊幾句口號說 我要重視季子教育 大家就會真的很聽話 去尊重去走季子教育的道路 可能嗎?不可能 但是如果你是台灣的教育制度 設計有沒有問題 你如果叫一個德國人來看 他告訴你沒有問題 為什麼?因為你又重視了地質教育 又重視了科學教育 你的教育制度、升學制度 什麼方面沒有問題 可是實踐起來就是會失敗 為什麼?因為你是台灣人 你不是德國人 對 然後我們的政府是中國人 然後呢 這個中國人他用中國人的想法 去幫你設計了一套 是制度 但是在實踐的過程當中 在編排教材 在編解教材的過程當中 怎麼樣?他沒有這個部分 又沒有 沒有這個部分 那你怎麼能夠期望說 你怎麼能夠期望說 自己教育在台灣能夠有好的復興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對 好 我怎麼不太喜歡那個體跟用 到底是 他明確定一放來到底是什麼 因為 我開始聽的時候 感覺是體比較像是 英文講的 theory 然後用比較像practice 就是理論跟實物 這時候我聽起來好像是 變成體跟用實的 就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如果是feary跟practice 它是同一個領域裡面的東西 比如說道德 可能道德理論跟道德實物 但是在你現在講下來 我會覺得那個 那個體本上 就是包含所有整個道德判斷 都在裡面 包含道德判斷跟處理都在裡面 然後用就完全是 那個科技或技術上的知識部分 體是什麼 體是原則 我們說道德判斷的原則 是非判斷的原則 用是什麼 用是 我當用這個問題要解決 就非常困難了 在中國人他們講說這個叫做金釋 金釋 中國人說那個叫做金釋 所以叫做金釋自用 可是金釋的時候 中國人發生了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要面對人群的時候 事情就往往不像你所想像 發生 你要跟其他人互相在一起生活的時候 事情往往不能如你所估計一般的發生 所以王安子要改革的時候 他遭遇到了重重阻力 可是呢 如果從理論來看的話 他是成功的 但是呢 在實踐上面他是不成功的 為什麼 因為他受到了太多的阻力 所以 但是中國的學者 每一次受到阻力的時候 他就回到這個地方去 所以在經典上面 我們往往只能看到 這個部分跟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的經典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因為我自己是學科學出生的 你這個問題 從科學的角度看 我跟你說 其實我們中國人這個題 不是你講的這個theory 它實際上是definition 你知道這個意思嗎 它實際上是definition 你今天均均成成父父子子 是不容去懷疑的 所以叫definition 定義是不能懷疑的 對不對 是一個前提 那我們所謂的經世 才是所謂的theory 因為你先有definition 然後你有了Lama 然後才有theory 對吧 先有了定義 然後有了引力 才有了定力 對不對 好 我們今天講的就很科學了 來看這個事情 那你其實所謂的you 指的不是practice 指的是theory 我們中國人 實際上把大部分的力量 都放在了definition上 所以我們的八古文 只考definition 懂我意思嗎 考就definition而已 我舉個例子來說 好了 我這邊剛剛本來講普通 不過因為 前面講得太精采 所以我這邊有普通一件事情 其實如果你想了解 中華文化的非主流 你只有一個東西可以看 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所以我鼓勵在座入高中生的話 你們多去看一個東西 你們的思考 即使在中華文化裡面 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是小說 比方說你看 不要再質疑 你在普通你從來沒考上過 那是有意思嗎 為什麼中華文化裡面 真正偉大於會思考的人 都會寫小說 因為他考不上 可是他們都是當代文豪 普通名在當代多有名 他的文章多有名 可是他永遠都考不上 有些什麼意思嗎 這個就是因為他們指中是什麼 他們不是你所想到的 他指中是theory 他指中是definition 那你學科學應該知道 有definition是什麼 空的 你每次都定義完了 然後接下來呢 我一定想問你 是Lama在哪裡 theory在哪裡 對不對 不然你definition 不然你幹什麼 了解嗎 這就是我們真正的 現在問題在這邊 我們連theory都沒有 我們只有definition 然後就叫你寫考卷 這就是八古文 這一個文字就給殺人 這一個文字就給殺人 那就是什麼 為什麼用這一個字就給殺人 他根本不講theory 他根本不跟你講道理 他只跟你講definition definition 這跟著主觀 就是絕對 對 他絕對 因為 陳明他是哲學方面的背景 你講到科學裡面 他不太 有一點沒有辦法 翻轉過去 對 我現在一點 我的感覺 我最近一直在看 發現到 為政所 當時要一個階段 有些是 接受得數 我有點後來去隨行銷 外在環境要考慮 不管中心 住過外面 有些是要接受 有些 有活力的改變 都要住位 西方有一個神學 奴學家 就是尼布爾 你知道嗎 我知道 這影響 現在可以講 這個世代很有可能 就是 很多人會在 因為他在底座裡 看他那個窩裡很痛 之下方面 來 所以 在很多方向 在走這個潮流 在改變 我不知道你會再見 這一下 我想 我還是 就是 不要 不要把這個問題 就是 太過擴大 因為如果過度的擴大 我在想 維政者 會影響到很多 你剛才講 那些都是 一個大方向 他自己 要有謙卑的方面 來 看到很多人 我想說 這個 在中國 我們的教育體制 會變成這個樣子 其實 未必見得完全 是違政者做的 很多是 沒有權利的人做的 但是 他們是有地位的 比方說這些 如學者 這些 這些 在中國的這些 學者 他們的社會地位很高 他們的社會地位很高 也就是因為這個社會地位很高 所以讓他們 給他們有這個權利 去怎麼樣 為了自己的地位 雖然未必見得說 他們是故意這樣做的 但是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去制定了很多 不一樣的習慣 去形成了很多不一樣的習慣 制定了很多很奇怪的法律 比方說 他 讀書人可以看不起讀書人 讀書人可以不用交稅 讀書人 大家在負擔勞力的時候 讀書人可以不用負擔勞力 讀書人可以不用種田 交給別人去種就可以 有很多這方面的問題 那為什麼 這是中國所特有的 但是你要知道 在日本 這些學者 他們其實社會地位不高 他們是被種用了以後才有 開始有社會地位 而且他們的社會地位 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 並不來自於他們 懂六經 而是來自於他們懂 砲術 懂得農耕的技術 砲術 大砲術 就是荷蘭的學務 懂砲術 懂種田 懂 懂 懂兵法 懂竹城 是因為他們懂這些的緣故 所以日本的學者 是從什麼地方開始的 是從應用開始出生的 而不是什麼 而不是只有學道德文章出生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喚醒台灣的教育 也是要站在相同的基礎上面來考慮這個問題 要站在相同的基礎方面來考慮這個問題 但是呢 我們今天要了解台灣人自己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這個問題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台灣有教育以來 我們沒有過台灣自己的教育 我們一直都在講說台灣是一個受到外來政權所統治的地方 台灣是一個受到外來政權 我們在清朝的時候受到這個 清朝的這個科技制度的影響 然後呢 到了日本來 我們受到日本的教育制度的影響 國民黨來了以後呢 我們受到國民黨的教育制度的影響 所以當我們今天要去考慮說 我們要怎麼樣為自己的未來 設立一個制度性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找不到一個可以批判的對象 為什麼 因為在過去的幾百年當中呢 你看在過去的幾百年當中 你沒有盡力去建立過自己的 沒有盡力去建立過自己的體制 或者是由於外部的原因 也或者是由於內部的原因 或者是由於政治的原因 有很多無奈啦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是一個事實 你找不到可以批判的對象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做過這件事 你沒有做過這件事 你沒有為自己的制度去建立 你沒有為自己去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制度 所以當我們今天可以分析中國人的教育制度 在台灣所產生的影響的時候 是因為我們知道中國 我們知道日本的情況 在台灣的教育制度是什麼樣的 所以日本人強調道德 強調誠實 強調所信用 強調勤勉 強調努力 強調滅師 奉公等等 所以 在日本統治結束裡 很多台灣人對這一點是非常歡厭的 為什麼 他們覺得日本人的品德是比中國人好 那問題是為什麼 因為中國人的品德已經被神明規定了 神明沒有規定到的部分 他們就亂來了 會不會 我再講 會不會說 這些人本來沒有當官的話 有人說 我看有一些本來很好 大家上了這個祖祖裡面當部長 就怎麼走分 我認為不是齁 我認為這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 也就是說 因為 道德本身它需要怎麼樣 它需要通過神明來保證 通過神明來保證 所以我們的為聖者 就創造了很多神明 那這些偉大的神明呢 不要說我們用蔣介石來做偉大的人格的保證 所以我學起了蔣介石 所以我也懂得誠實 我學起了蔣介石 我也懂得怎麼樣 我也懂得手持 也懂得講信用 對不對 可是當蔣介石沒有做到的事情 你也沒有做到 為什麼因為蔣介石不做生意 所以 你做生意就沒有信譽 為什麼因為我們的神明 在這方面沒有規定 我的意思是一種 所以在中國大陸 我們可以看到相同的情況 我是加入共產黨 所以我才懂得 入共產黨 我加入了共產黨 所以我才懂得要怎麼樣守信 我才有德性 我學起了毛澤東的知識以後 我才知道做人要互相合作要怎麼樣 可是當毛澤東生活的 在毛澤東生活的過程當中 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他就不在我的道德限制的範圍裡面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說 日本人好像比中國人要老實一點 等等 我們會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我認為 這是我的推測嗎 我認為他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為 在整個教育制度 和這個造成的過程當中出了問題 這個是我怎麼樣 這個問題 這個好像影響很大 我們最近是不是有一個學者 餘光中 他不是解釋那個 他不是解釋那個 那不是這樣一個提示 教育下來的結果嗎 我認為他是受到 我認為他是受到這個教育 跟這個文化的影響 但是是不是真的 真的是因為這個 去解釋那個bomber 把它解釋成為很好的事 這個我不太敢斷定 不然神尚部有另外一個問題 剛剛你在講那個道德 有時候你會說是講說 道德是要一個神明來保證 就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需要神明去保證那個道德 是因為你沒有辦法 找出其他一個 有說服力的理由 去說服你的群眾 或是神明說 接受這個道德是有必要的 所以你只要訴諸於神明 比如說上帝說 你如果不信神 你不是有神的利用 你就會想地獄 這種方式去恐嚇人民 或是去催眠人民 對 但是我要想說 其實也沒有辦法去找出一種 你不用訴諸神明的道德脾氣 比如像日本那種 他們可能是在 一個群起之間自己 彼此同意的那種 道德規範 像是社會契約那種感覺 是不是有一個可能 是我們的道德 或是我們的 其實可以用這種方式去建議 我可以了解你的意思 但是我這個樣子解說 當我們在講社會契約的時候 不代表我們講社會契約的過程當中 是沒有神明的 對 這個我們要認識到這一點 所以 這是兩個層次不一樣的問題 所以就是說 不要說 台灣人 到台灣 那個 這個漢人從中國到台灣來 他慢慢地通過聚落 形成社會 對不對 這是人跟人相識之間的問題 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說 確實是如此 人跟人之間相處 然後 同質性太高的人在一起相處 然後經過鬥爭以後 然後形成了一道社會的規律 但是 我們可以這個樣子講 這是一個條件 但是呢 在這個社會規律的形成當中 五五千歲就來了 對 對不對 媽祖就產生了 寡兄來就寡在台灣 所以他不代表沒有神明 那五五千歲是什麼 黃牙公 黃牙公是司法神 就怎麼樣 調節人跟人之間的救護 有沒有原則 有沒有原則 比如說欠牙被牙 這是什麼 誠心的代表 有這方面 那媽祖是什麼 人愛的代表 會有這方面的影響 所以神明跟社會企業之間 沒有鬆斷 所以他們是沒有鬆斷 就是說有沒有可能 因為剛剛講到那種 雖然有神明去討論 這種道理 問題是他們會把它絕對好 因為這是當地講的 所以你不能質疑 你也不能批判 你也不能跟走 那當這些規定 已經不合時宜的時候 就會造成很多問題 那有沒有可能是 我們先上一個道理提示 他本身是允許 被自由的質疑跟批判 但是又不至於導致 完全沒有自主 我們的神明 他的身分也一直在改 我們的神明 他的身分也一直在改變 比方說媽祖 媽祖在中國大陸 他是海神 他只有出海保平安 可是到了台灣以後 他的身分也不再是這個樣子 然後曾田胡太郎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個人 這是台灣宗教研究的一個 日本很著名的寫者 他在台灣舊貫調查當中寫了很多書 他就發現了一個很處 很有意思 那個海神 在中國大陸是海神的媽祖 為什麼到台灣來了以後呢 他可以扮演司法神的功能 就是你那個長雞頭雞爪居然在媽祖雞裡面做 照理說這個是 在中國大陸是不可能發生的 我的意思你懂 在中國大陸是不可能 你長雞頭雞爪 別當做媽祖雞 媽祖雞是什麼 不平安的啊 村子平安的啊 你要長雞頭雞爪去哪裡 要去王爺公廟啊 大陸廟啊 模糊千歲啊 那個所在人才能幫你 才能幫你了解 對不對 所以在了解的時候 所以 心靈對中國大陸來台灣的時候 心靈對中國大陸來台灣的時候 心靈的生態 叫心靈的結 也都在變 所以 你說這叫我們台灣人 在這個土地上的生活 人跟人在家裡 人跟人在家裡做的生活 所三星的這個幾番 有關係嗎 當然有關係 所以 我在這裡講就是說 你不一定要完全的 把人跟人的關係 跟人跟神的關係 取得了 因為我認為這個是不必要的 我認為這個是不必要 為什麼 因為神靈也在調整他的 也在調整他的身分 對 神明也在調整他的身分 但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他只跟人的 人的生活有關係 神明不會管A加B A加B的平方等於A 平方加2AB 加B平方 神明不管這個 但是中華民國的教育制度上 神明管這個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還行的事情 謝謝各位 比如鄙 diy a util 聽聲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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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